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佳伦的新剧目色新约官宣 按照原本的习惯 剩下的就是两家粉丝配合在网上宣传 结果官宣后两方粉丝不仅没有团结宣传新剧 反而在网上开始私翻 原因就是因为不管是影视剧官微还是导演官宣 都是将任佳伦放在杨颖前面 引发了不少杨颖粉丝的不满 不少粉丝根本不认可节目将任佳伦放在杨颖前面的行为 认为这完全就是压翻行为 杨颖好歹也算是一线85花 而任佳伦算是这几年刚出名的小生 要是在杨颖强势的前几年 这种搭配根本不会出现 不过就算是现在很多粉丝也不认为任佳伦就能压杨颖 在闹腾了许久后 杨颖的助理站出来发了个苹果的表情包 被不少人解读为是二人平翻的意思 结果并没有得到粉丝的理解 甚至觉得工作是不作为 帮助剧组模糊翻位 一气之下甚至不少大粉纷纷换黑头像表达不满 一些后援会还宣布停止运营 说实话粉丝有点活在过去的辉煌之众了 杨颖作为当年85花的议员 从当初争翻最激烈的时候走过来 她和她的团队一定要比粉丝更懂这其中的道道 也更在意艺人的翻位 如果真的有可能 工作是不会不去争这排序的问题 助理都婉转地发了个表情想要该过去 粉丝非要闹到把遮羞布都掀了 而这次风波中 不少路人纷纷加入讨论 本身杨颖在演技方面的口碑就有些不堪一击 粉丝一闹 反而让不少人觉得杨颖自持自己的身份却在演技上没有任何长进 在这次争翻后 杨颖最近又曝光了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古装剧相思令 这点不仅很多博主爆料 杨颖最近在金鸡奖上也谈到了自己的新剧 这次杨颖没入围就跑去参加金鸡奖 也有点为新剧造势的味道 最近杨颖的资源一个接住一个 原本应该是值得清贺的事情 结果这件事爆出后 不少杨颖的粉丝再次喊话杨颖和她的团队 要求杨颖方面在选择男主时要慎重一些 必须要有些颜值 有些流量 还得有些名气的 不能随随便便找个就合作 说实话杨颖最近新戏才刚有眉目 粉丝救助集体要求 实在是有点惹人嫌 虽然说杨颖是85花 但以现在娱乐圈的形式 早已不是她一人可以掌控整个剧组的时候了 本身杨颖这几年就没有什么演技代表作 在许多人没戏拍的时候能有资源 已经很不错了 再闹下去就有点不知足了 这些年杨颖在影视圈的处境其实远没有粉丝想想的那么好 在95后和00后的冲击下 85花的优势是在逐渐缩小的 尤其是没有得到大众演技认可的艺人 而且在前几年口碑崩盘的时候 杨颖很多时候反成为宣传累赘 比如当初中国机长被爆有杨颖 遭到不少人抵制 导致片方前期都不敢说杨颖客串 因此这时候杨颖最该做的就是能多找几不可以的资源 默默地改善自己的演技口碑 甚至我觉得可以在一些大戏中做配角 先让大众改变对演技的认知 再去说争番的问题 演技如果得到市场认可 范围不用争 片方也会放在首位宣传 就算他在其中只客串了一个挂牌 而如果演技得不到市场认可 就算争得了一番 到时候作品铺接也会直接将锅扣在艺人身上 反而成为演艺生涯的污点 大多数时候明星团队都要比粉丝更希望明星有好的发展 如果粉丝持续这样任性下去 杨颖恐怕迟早要毁在这些粉丝手里 也希望粉丝都能冷静一些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